老师,请你评估一下,我们离开这边已经从去年6月离开的,现在又4月了,哦,好久了,大概10个月了。 那我们原来离开的时候是可以吃很多东西的,后来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,我妈妈还吃了一块蛋糕,还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,还吃了八分八分,吃了很大块,一大半。 那,然后我还记得是吃,最后的时候可以吃,可以吃茄子,可以吃南瓜,可以吃豆腐,吃香蕉,木瓜都可以,香蕉木瓜。 香蕉木瓜是蛮早就吃了,吃那个叫地瓜,嗯,那可是我们去了,一开始也是可以,可是好像三个月,三个月以后,三个月以后就不能吃了,对。 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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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呢,就是口水,到八月份的时候,我记得我们到八,七八月份的时候,那时候我们有做录影的时候,有做纪录片的时候,那时候还可以吃,嗯,纪录片的时候他还吃的,但是后来纪录片,大概到九月,十月,我哥哥回来以后,就没有了,嗯。 就没有办法吃了,来。 嗯,好,现在,现在就是,感觉,神经还是有感觉,就是还是会,会,有东西进去的时候还是会有感觉啦,嗯。 然后,不过就是会顿顿的,嗯,要大概做五分钟左右,他才开始比较,嘴巴那个感觉才会比较强,比较明显,对。 然后,啊,现在吞的动作倒是比较少,他刚刚,从刚刚到现在才吞三次,哦。 哦。对。 然后,所以他有在吞,可是就吞的反应稍微比较少,哦。 哦。对,所以大概会先,会要再从口腔刺激开始做,嗯。 哦。对,那这状况是这样。 OK。嗯,不过因为他有年纪了啦,所以我们有在看看说,他有哪些反应什么的,神经机制什么的,如果还OK的话,我们就一边做这样。 嗯。对,所以我们也一边看他,是不是有些部分的退化,就真的比较多这样。嗯。 哇,所以以他的状况为主。 那我可以怎么帮他呢? 哦,他现在,嗯,口腔,就是海绵棒,做清洁什么的,还是一样样样做。 然后,小牙刷,刷一刷刷一刷,刷舌头刷一刷,口腔臂平常刷一刷,就这样跟我们,就是清洁口腔是一样的,对啊,刷一刷刷一刷,然后要让他的口腔一样维持,那个感觉机能还在这样,对。 平常的话,大概可以先做这个。 哦,OK,好的。 好,谢谢老师。 对。